第一个确定范围 第二个的话再来做什么 因为我只要一栏 所以没有 只有列没有栏 没有栏的部分 所以一个回圈 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 我要判断 所以IF IF什么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格子 前面的这个字 第一个字如果是向下箭头 那怎么去陈述呢 就是IF Sale 那里面的资料就是Sales 刮符 里面的资料就是Sales 然后呢 再来是列 列的话就一定是I 从I 豆点 然后呢 是G栏 那G栏我就直接打个G 这样也可以 或者你打数字也OK 然后呢 它里面的值 里面的值是第一个字 对不对 所以呢 是左边的第一个字 所以请你加上一个LAT LAT 刮符 它最右边 把左边算过来 这个储存课里面 算过来豆点 一个字 如果等于什么呢 等于双引号 哪一个呢 就是这个 那其实你可以这样 把它copy起来 因为这个 这个要打好像也蛮麻烦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符号了 我把它复制 之后呢 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面来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判断 做一个判断 然后呢 那如果它的第一个字呢 是向下箭头的话 OK 向下箭头的话呢 那我就做什么动作呢 then 把那个什么呢 好 那格式先做出了 先记得end if 你如果是 向下箭头 那这边的话呢 我就给它一个是 这个 绿色的字 那绿色的字的话 就是怎么表示呢 第一个 记得就是把它怎么样 先select 这个储存格怎么样 这个储存格 把它点select 先选取之后的话 会产生一个selection 所以呢selection 那其实就是上面这个 字的颜色就是phone color selection 点phone color 如果要是绿色的话 就是什么 RGB 0 然后这个绿色有 然后这个蓝色没有 OK 那这样的话呢 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绿色的字了 那反 另外还有一个状况 就是如果是向上箭头的话 那这边当然会有第二个